即将迎接圣诞节花莲黎明教养院 20位院生即日起开始前往长期协助院生的单位报家音 在牧师的陪同下14号来到花莲县府 由副县长严新章发赠圣诞糖果礼包给小天使们 为冷冷的冬天提前带来暖暖的圣诞氛围 迎接圣诞节20位黎明教养院生戴着圣诞帽 在牧师张展桥陪同下 14日上午来到花莲县府 带来简单的歌曲和律动报家音 提前为冷冷的冬天带来暖暖的温度 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去报家音 谢谢平常大家对我们的关心 我们趁着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用上帝的祝福 也用诗歌歌舞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散播上帝的爱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哪些点 可能门路医院 还有我知道的还有几家诊所 平常对我们关心的诊所 还有几间商家 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去那边报家音 黎明小天使们从13日起 开始到长期协助院生的单位报家音 包含9号发妆 喜乐多食堂等 23日也将会前往花莲县议会和花莲施工所 以及24号理想大帝 希望这种活动让院生体会外界的美好 也期盼外界给予更多资源帮助和鼓励 记者讲帮院华林士报导